直播画面中身穿蓝白格子衬衫的市长谢国良 持续第二天一大早到基隆火车站向通勤民众问好 也发送政策宣传笔记本 持续争取选民的认同 并且和镜头前的民众轻松聊天早餐爱吃什么的问题 再加上许多通勤民众为他加油打气 心情显得相当愉快 而之前被媒体问到台电计划在中山区新建四街 市政府废职前市府原则同意公文 台电提宿院后农业部又撤销市政府的处分 对此谢国良表示 前市府的作为并不是为基隆考量 目前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收到经济部 或是环境部的来访的一个这样子的讯息 那我们也是很欢迎经济部长郭志辉 还有我们的环境部长彭启明 如果关心世界的议题也欢迎来访这个基隆市府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那我觉得刚刚您提到的那位发言人的说法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一直都是坚守我们的立场 为基隆民众来维护权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对照 就是前市府 他的所作所为 难道是站在基隆的民众 难道是站在基隆市府 跟为了基隆市去考量吗 可以感觉出来并不是的 另外对于公事制作猜量的专题遭到国民党立委痛批 谢国良也回应指出 公事为执政党喉舌其实属正常 但是公不公平和不合理 民众自有公断 公事华事是属于执政党在管辖 他们帮执政党喉舌 其实也实属正常 那只不过公不公平和不合理 民众自有公断 那我也感谢包括黄宏威委员等 很多的立法委员 他路见不平能够帮我们说一句公道话 那不过现在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 公事的所作所为 我想无非就是替执政党来完成他们的政治任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